在我们这个世界中 有些人被认为是天选之人 他们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使命和深远的内在潜力 这使他们不同于大众 对这些人来说 主处不仅是一种选择 更是一种必须 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这些天选之人 会偏爱独处呢 答案藏在他们对内省和自我实现的不懈追求中 独处让他们有机会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 在宁静的环境中 他们能够听见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 让他们可以毫无干扰地探索自我 通过这样的内省 天选之人能够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强项和弱点 这不仅是自我了解的过程 也是自我提升的契机 独处还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来计划和梦想 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 他们能够自由地想象自己的未来 并设定实现这些梦想的路径 这种深思熟虑的过程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基石 而成功对天选之人来说 不仅是达到职业高峰或社会认可 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成长和实现 内心和独处的时光还能帮助他们发展出 独特的见解和创新的想法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前所未有的想法会突然涌现 这是因为他们远离了常规思维的框架 让思绪在更广阔的空间中遨游 这种思维的自由和创新 是他们在各自领域脱颖而出的原因 而当他们从独处中返回 带着新的见解和增强的自我认识 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 他们的话语和行动 往往带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和深度 能够触动和启发他人 这是独处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转变 也是对周围世界的深远影响 因此当我们看到那些天选之人选择孤独时 不应该感到困惑或遗憾 相反 我们应该理解 这是他们达到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必经之路 他们的独处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是他们不断进步和成长的燃料 第二点 创意与创新 在这个时代 我们常常听到有关创新和创意的讨论 他们似乎成为了推动世界前进的不二法门 但你是否曾经想过那些被誉为天选之人的创新者 他们在创造惊人之作的背后 有什么共同的秘密吗 事实上 许多伟大思想的诞生并不是在喧嚣的人群中 而是在寂静的独处时刻 独处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负担 甚至是一种恐惧 但对于那些天选之人来说 独处却是他们创意的沃土 在独处的环境中 没有外界的干扰和社交压力 他们能更自由地构思和发散思维 想象一下 一位科学家在安静的实验室深夜里独自工作 灵光一线解开了长久以来的科学难题 或是一位作家 在寂静的书房中敲打键盘 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故事 这些都是独处带来的创造力爆发的例证 独处让这些创新者可以无视常规 不受传统思维的限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 最大胆的想法和最创新的解决方案得以诞生 他们往往能颠覆我们的世界观 推动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的革新 这种独处的力量 是不是让你感到惊奇 想想看 当一个人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繁琐和人际关系的纷扰 心灵将如何得到释放 思维如何自由飞翔 这不仅仅是关于获得安静的空间 更是一种深入探索自我和培养深层次思考的方式 因此 当我们看到那些在各自领域内引领潮流的天选之人时 别忘了 他们背后的孤独时光 是他们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独处的力量 使他们能够在平凡中见非凡 从平静中挖掘出波涛汹涌的创意 现在 让我们将视角稍稍转向一下 思考独处对普通人的意义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一名变革者或创新者 但每个人都可以从独处中获得力量 这段时间可以用来反思 学习 甚至是重新发现自己的热情和兴趣 第三点 情感与敏感性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够感受到周围每一次心跳和每一次呼吸的回声 在你体内回想 这种高度的情感敏感性是某些被称为天选之人的深刻特质 这些人似乎注定要独立于世 往往更喜欢独处 而不是日常生活的喧嚣 那么 为什么一个与人类情感有如此深刻连接的人会选择独处呢 这似乎有点违反知觉 不是吗 毕竟 如果你可以如此敏锐地感受到他人的情感 难道你不会想要一直待在人群中吗 但问题是 这种敏感性同时也是一种重担 对这些敏感的灵魂来说 每一次情感交流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换 它是一场风暴 情感不仅是被观察到的 他们被感受到 好像是他们自己的情感一样 这可能是压倒性的 甚至是耗尽精力的 想象一下 不仅吸收对话中的喜悦或悲伤 还有每一种情感的细微差别 处理所有这些情感所需的能量可能是巨大的 因此 独处成了一种避难所 这是一个世界的喧哗降低 情感动荡的呼喊在背景中消失 让人罕见地感到平静的地方 在独处中 这些个体找到了处理和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情感漩涡的空间 这种对独处的需求并不意味着他们关心得更少 实际上正好相反 他们的独处时刻往往是在反思他们所进行的互动 他们吸收的感受 以及他们对人类性质的深刻见解 这些不是转瞬即逝的思考 而是可能导致对人类情感和关系有深刻理解的深度沉思 对独处的需求的讽刺之处在于它经常导致误解 其他人可能会将它们视为冷漠或疏远 不理解他们日常互动中涉及的情感劳动的深度 但实际上 他们的独处时间不是为了逃避他人 而是为了节省精力 以便更深入地参与 他们的敏感性赋予了他们对人类状态的独特视角 使他们能够识别其他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情感底流 这种能力是一种强大的工具 当他们选择参与时 可以让他们以罕见的同情心来处理社交情况 第四点 精神与信仰的探索 在我们的世界里 被称为天选之人的存在 往往与众不同 他们的人生轨迹 彭扶预定了一条寻求更高精神层次的道路 这样的旅程 无疑需要勇气 更需要无数的独处时光 想象一下 当世界喧嚣与你无关 只有你自己与内心的对话 在这样的静谧中 天选之人会进行深入的精神探索 甚至是宗教实践 这不仅是一种选择 更像是一种被高召唤的使命 独处给予他们机会 去深挖内心的深处 探索那些未被触及的角落 在这些时刻 他们可能会遇见自己的恐惧 自己的愿望 甚至是自己未曾认识的自我 这是一场内心的洗礼 也是精神成长不可或缺的过程 许多伟大的灵性导师 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他们在孤独中找到了答案 在寂静中听见了宇宙的声音 这些经历如同魔力 使他们的灵魂 变得更加纯净和强大 当我们听说 这些天选之人的故事时 不禁会被他们的坚定和信念所感动 他们不畏孤独 反而在孤独中 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 不是来自于外界的认可 而是来自于 对自己无限的信任和了解 在今天的讨论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种独处 如何成就了他们的精神旅程 我们将一探究竟 这些天选之人在静默的世界中 是如何与自己的信仰和精神世界 进行对话的 这是一个关于内在成长的故事 关于如何在独处中 找到自我实现的最深层次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学到 真正的力量其实来自于内在 当你学会与自己独处 你就会发现那些不为人知的精神资源 这不仅仅是关于宗教或灵性的问题 这是关于人类如何面对自己的终极问题 第五点 独立与领导 当我们想到独处 许多人可能会感到不安或孤独 但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天选之人的人来说 独处是一种力量的来源 这些人拥有特殊的内在品质 让他们能够在孤独中发掘自我 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出独立与领导的能力 你可能会问 这种独立思考能力是如何形成的 事实上 当一个人从群体的喧哗中抽身 他们开始更深入地聆听自己的内心声音 这不仅仅是关于找到安静的空间 而是关于在这个繁忙世界中 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安宁 这种独立的空间赋予他们在遇到挑战和困难时 能够不依赖外界意见 独立做出决策的能力 这是领导力的关键组件之一 领导者必须能够在压力之下保持清晰的头脑 并且能够依靠自己的判断 即使周围所有人都有不同意见 这种能力的培养始于独处 在独处中 天险之人学会了如何静静地思考问题 如何深入挖掘情况的各个层面 他们变得更加自信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决策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是建立在坚实的内在基础之上的 当他们返回群体时 这些独立思考者带来了新的观点和创新的解决方案 这些都是在宁静的自我反思中孕育出来的 但这并不是说独处没有挑战 实际上独处需要勇气 需要面对内心的恐惧和不确定性 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天选之人的人来说 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些挑战 并学会如何将他们转化为成长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独处对他们来说如此重要 它不仅是关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时间 更是关于建立一种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依靠的内在力量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选择独处 不要急于将其视为孤僻或一场 可能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内在的旅程 这场旅程将使他们具备成为真正领导者的所有资质 第六点 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平衡 有时候当我们想当那些被视为非凡或具有特殊使命的人 我们常常误以为他们一定拥有蓬勃的社交生活 总是被人群围绕 但是实上对许多这样的天选之人来说 独处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 它更是一种必须 当你需要在美光灯下不断展现自己时 想必也会感受到那份来自各方的压力 这些压力可能来自公众的期待 也可能来自自身对完美的追求 这时独处成了一种策略 一种让他们能够从日常的应酬和公众的目光中抽离出来 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的方式 想象一下当舞台上的灯光熄灭 观众散去 留下的只有你和你的思绪 这样的时刻对天选之人来说是多么宝贵 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卸下所有的面具 不必再扮演任何角色 只需做回最真实的自己 这种独处的时光 可以是在一间安静的图书馆 阅读那些能启迪思考的书籍 也可以是在一个偏远的山林中 与大自然独处聆听风的声音 透过这些时光 他们得以思考人生的方向 审视自己的行为 并思索未来的道路 这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也是重新蓄力的过程 让他们可以带着更新的能量 和更加明确的目标 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对于天选之人来说 独处不是孤僻 而是一种恢复的机会 是他们在繁忙和要求中 保持平衡的一种方式 当他们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你会发现他们更加充满魅力和活力 这正是独处带来的神奇效果 这种生活的平衡 对于任何一个不断处在高压环境中的人来说 都是极其重要的 无论是企业高管 艺术家 还是政治家 他们都需要这样的时刻 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和情感的健康 因此 当我们看到那些成功的人士时 我们应该理解 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不断的努力和才能的展现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